天虽寒 尚无雪 不真正亲身到边塞走一遭 就很难体会那种心垂平野阔的意境 徐凤年陪着徐卫雄离开都护府 走出淮阳关 来到关外吉里地外 身边随行就只有楚禄山 老将燕文鸾和新登龙门的玉鸾刀 这些人已经赶赴幽州主持军务 后者临行前交给徐凤年一份折子 专门阐述广陵道那边的战局分析 着重关注扣江淮此人那一串 有点极面的奔袭战役 大规模齐战鱼也 这一直是边关沙场才会有画面 在中原腹地 大小城池星罗旗部 又有江河组织 齐军极难发挥 准确说来说 极难打出一气呵成的战役 打一场或者几场精彩战是不难 但是从一而终 抛弃不足 而是最大程度挖掘出齐军的战力 这就很考验领军主将的能耐了 楚禄山一路上就借着 依稀星光低头仔细浏览这封东西 爱不释手 时不时泽泽撑奇 等到徐凤年和徐卫雄亭在一处小破地上 楚禄山小心翼翼收起那落价值千金的宣纸 看了眼天空 轻声感慨道 卢生像生平最得意之作 就是那次雪叶下卢舟 帮顾建堂算是兵不血刃 拿下了整个冬月 我呢 当年千奇开数 也算性不辱命 这两场战事 这十几年里在上音学宫和国子剑 被叫兵法的老学鸠们颠来倒去推演了无数遍 不过要我看这个在西楚新庙堂上 桀骜难逊的寇江淮 比起我和那位卢侍郎都要强上不少 也难怪玉鸾刀这么一个心高气傲的豪法子弟 肯对另外一个同龄的世家子不吝赞美 徐卫雄伸出手跟楚禄山要了那叠宣纸 放在膝盖上 随手抽出一叶 平淡道 寇江淮在上音学宫是公认的通才 只是之前落在某些学问大家眼中 也略有杂而不惊之嫌 我曾与他下过几局棋 徐凤年忍不住插嘴问道 二姐 这小子在棋局上还能赢你 徐卫雄抬头直愣愣看着徐凤年 徐凤年善善一笑 赶紧闭嘴 楚禄山瞥见这一幕 当今天下 能让咱们这位年轻北梁王吃瘪的人物 屈指可数 当下就有点忍俊不惊 结果徐凤年吃软怕硬 剪软柿子捏 狠狠瞪了眼性灾乐祸的楚禄山 兜户大人又只得性性然收敛笑意 要知道能让他路求而吃瘪的家伙 两座朝廷 不一样是打灯笼难找 徐卫雄继续说道 与我对弈之人 多是奇谈国手 其中无一寇将怀的奇力手金最弱 可是此人的念头最为天马行空 其无定势 既能下出让人悚然的抢手 也能下出狗屁不通的昏招 还能厚着脸皮无理手一路到底 这些都不值得惊奇 寇江淮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一点 是他的胜负心最轻 这种对手 搁在大军对垒的战场上 会很难缠 广陵王赵义显然已经吃足了苦头 西楚东线上 寇江淮以烈士兵力两巡内 连克黄雁官帝金则在内六处显爱城池 得逞而不守 放弃一时一地之争 力求在单个战场上取得对敌方的压倒性兵力优势 一点一点蚕食援军 大转移 长奔袭 这种看似无理的用兵之法 确实值得我们相较北盲处于烈士的北梁借鉴 楚禄山大概是站着闲泪 一屁股坐在徐卫雄轮椅旁边的草地上 脑袋的高度竟然仍是与徐卫雄差不多 足可见这位北梁官员之首路求二的体型之巨 入冬后枯草稀疏 他也不觉落人 笑道 复国后西楚的处境 跟我们北梁是挺像 都快成了同病相连的难兄难弟 西楚在两路南下大军和几大藩王的联手围脚下 真是罗斯可里做道场啊 若是曹长青亲自出马 逼得杨慎信有历史不出 严正春战死 倒也算情理之中 可如今西楚不过是让两元小将出手 就已经让赵氏朝廷焦头烂额 赵义不得不连那春雪楼福将都搬出台面 想来广陵的帐 既不是黎阳兵部老爷们预料的短则三月长则半年 甚至也不是我们北梁当时预期的一年半 等到最后一缕硝烟散去 恐怕要两年 徐凤年冷笑道 赵家天子用了新年号降服 本意是享有一番新气象 新气象倒是新气象 可就是谈不上半点喜气 谈压北梁 放纵广林 这都是他一手造就的局面 也不知他是否会有点悔意 除了把龙袍和龙椅交给太子赵传 还有这么个大烂摊子 徐卫雄摇头沉声道 赵家人本就擅长中盘的浑水摸鱼和收官的一锤定音 先手失利 赵氏比起当年偏拘异于的黎阳 更加加大业大 也就更能输得起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 当年朝廷由我们徐家给他们当马前卒 而且前朝先帝不管内心如何焦虑 明面上还算信任我们爹和徐家铁骑 若非当今天子一心要将徐家定死在西北边关 他曹长青和西楚以老水感接干而起自寻死路 只要北梁边军抽出五万人马去评判 杨慎信和严振春又岂会晚节不保 楚禄山音策策道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赵家天子那是铁了心要与天下为敌 封江裂土的藩王 逐渐抱团的新贵文官 地方割据的武将 在他看来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想要在死前帮儿子都解决掉麻烦 棋盘太小 可容不下这么多大棋子 如果真被他做成了 太子赵传还真能当个不中武功安心文质的享乐皇帝 顾建堂有陈之报撤走 文臣没了张巨鹿 群龙无首 届时忙着揣摩帝心还来不及 哪里顾得上治国平天下 再说了那时候天下太平 武将都谢甲归田 更轮不到文臣去捞功劳 永辉之后降服年间的臣子 除了讨好君王 还真就没事可做了 还别说 原本西老儿这算盘打得麻溜麻溜的 徐凤年摆摆手道 说这些无补于事 现在董卓具体的调兵遣将 除了刘州方向 都还没有详细谍报 路求二 你认为刘州能拖住柳规大军多久 之后又能牵扯多少北莽边军投往刘州这只口袋里 楚禄山笑咪咪道 有小王爷的三万龙象军帮着守刘州 光是柳规那十几万杂乱兵马 给他们打一百年都打不下来 咱们跟北莽这场空前大战 在后世看来 前期不论怎么个打法 其实谁都没有上策下策 就看谁能在一座座分割的战场上 把优势积少成多 就目前来看 董卓显然没把太多心思放在刘州这边 他把十三位大将军最有声望 同时也是岁数最小的边帅柳规请到那边 是不希望柳规在将来的经略中原中趁势而起 最不济也不想柳规起来的太快太厉害 我最忧虑的是董卓一鼓作气去打幽州 不计折损的死磕幽州防线 期间将最为精锐的拓拔菩萨和洪敬炎放在梁州北线 牵制我们齐军主力 徐卫雄点头道 打幽州的话 就短期而言 是北莽最得不偿失的昏溃打法 但是长远去看 却是最能保存北莽国力的一种办法 北梁毕竟不是拥有大纵深的中原 幽州哪怕有一些城池可攻固守 葫芦口之难有成片的保群军城 可那个光是葫芦口就能吃掉北莽16万兵马的说法 虽说并无水分 可只要北莽有这个魄力 接下来才付出10万的兵力 幽州就等于打废了 接下来的靠梁州主力持援幽州境内 一旦形成这种形式 留州守不守 已是无关大局 这也是燕文鸾坚持要玉鸾刀领三万青旗去冀州的根源所在 他是决心以一个幽州为整个北梁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可这毕竟是无奈之举 最终结局不过是输多输少而已 黎阳朝廷乐见其成 北梁承受不起 徐卫雄双手叠放在纳西上宣纸上 望向远方 楚护卫坚持让刘州打成一个僵局 吸引北莽南北两个朝堂的全部注意力 吸迹着北莽边军往刘州分兵 也是担心董卓一门心思攻打幽州 这十几年来 跌队幽州倾注了无数心血 耗费了无数兵响 甚至在七年前那次龙幽州持竭令的领衔突袭中 故意让梁州边军不去救援幽州 眼睁睁看着三万幽州守兵丢掉一座座城池物宝 就那么北蛮子互换性命 就是想让北莽对幽州边防心声俱意 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 让幽州不至于成为致命的软肋 楚禄山低声道 慈不长兵 楚禄山猛然重重吐出一口浊气 那老妇人整肃北莽江湖势力多年 如今总算派上用场了 在边境线上 那些高手死死盯住了大小关爱路口 只要遇见有人悄然过关 不论身份 全部就地斩杀 我们许多潜伏多年的死士碟子 已经很难传递出重要军情 这次旗舰岳府和公主坟 这些个大宗门都清朝出洞 用以封锁边境消息 配合董卓的边军调动 这一手可真够狠的 浮水坊在北莽那边被这么顺藤摸瓜 可谓损失惨重 许多舟的多年经营都被连根拔起 蹲在地上楚路山的伸手揉了揉脸颊 这也罢了 前不久有个碟子被北莽故意放回来 身上行囊里装着16颗浮水坊同僚的头颅 那碟子见着我后 哭着说如果不是希望浮水坊能收回这些头颅 他宁死也不会返回北梁 那碟子放下行囊后 当晚就借了一把梁刀自尽了 一言没说 遗书没写 什么都没留下 楚路山闷闷说道 咱们的新梁刀 这还没开杀北蛮子 他娘的倒是先被自己人用作自杀了 要是一直憋着这口恶气 老子废都得气炸了 徐凤年莫不作声 双手拢在那件紫金蟒袍的大袖口里 入冬后 广陵道那边绵延战事暂告一段落 开始要轮到北梁硝烟四起了 今年入冬上无雪 更不知何时落雪 只是30万边军腰间梁刀的出窍 则是随时随地的事情了